最后一个叫做因子分析,但是我写的很少 这是之前在陈思人杂志同一篇介绍这两个东西 因子分析跟主成分分析非常亮相,也是矩阵 然后找出一些类似主成分的东西 但是它的找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这边有一篇文章,它有介绍它的找法 它说因子分析,大陆好像叫因素分析 那它是试图找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有一个误差值 那透过这些因子,F1到Fm的就是因子 然后去逼近整个的矩阵 那希望让它的误差最强 那这种算法就称为因子分析 那所以它找出来的因子呢,不像主成分分析一样跟维度有关 就是它不会,就是,就是,它,它,像主成分分析完全就有浪达,浪达E到浪达N嘛 最多是N个的浪达,然后因子分析就,就不是这样 那这个M呢,跟这一个X的维度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这边呢,用R软体一样可以来找因子分析 那它的函数叫做Fetano Fetano 那Fetano 那Fetano这一个函数我们的做法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些放上去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三个维度是无关的 第四个维度是跟它有关的 然后我们去找 什么东西在这些逆风是的 使人用R软体一样 另一样图是要陆用R软体一样 上鲜具通 Parlament 也会看到它出来的报告是这个样子 它的系数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它是在找这种有物差值的 所以它最后出来的会告诉你说 这些东西是多少 就是在这一个 所以它背误会告诉你说 這一個逼近公式上面的電影圖 最後他找出來 發現說如果我們factor 他要你一定要設一個factor是幾 那如果是factor設的太大的話 他就會 就會告訴你說這樣太大 所以叫你把factor設少一點 那當然factor設的太少呢 就畢竟的效果會比較不好 那以這個例子呢 以這個例子factor設1就可以了 factor設到2呢 他就告訴你太大了 所以你可以稍微試一下說OK 那factor的大小 在每一個ID不太一樣 那我這個例子 即使你完全照打 也不見得 不見得他會告訴你 兩個factor是太大的 因為每一個隨機的 樣本取出還是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看看factor到底多少 他說太大了 好 那這個是音質分析的部分 那關於他的那個 關於他的原理 建議參考這一篇 我參考這一篇 我最後放了這一篇 讓他講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要去 把他的數學原理 寫出來 都會被參考下 因子分析 的這一篇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還在用SPSS 來做 統計分析 那這也是一個 統計分析的軟體 可是這一個不是 開放原詞嗎 那而且 就我所知 他應該是要錢 所以凡是要錢的 我幾乎都不太用 所以 各位可以 如果真的 想了解一下 可以看看他的 好 這是SPSS TOMLOAD 可能也不知道有沒有免費的版本 但是 我還是建議用一下 PSPP 好像有 PSPP PSPP是免費的 他就是把SPSS給盪過來 但是 PSPP我在Uman source鍵 其實比較少 聽到有人在用 R還是最多人用的 第二多的 大概就是 Octi Octi 他是跟Mailab 對應的 他語言也就是 Mailab的語言 Mailab的語言 所以 很多人使用 Mailab如果 後來想用免費的話 就會用 Octi Octi 這也是一個 算是 以矩陣為主的 軟體 軟體 但是呢 他也可以做一些 機率統計的事情 以矩陣為主的軟體 你可以直接下載 多不用錢 OK 那這是 耿霧所釋放出來的一個軟體 好 好 有興趣的 可以用 但是我 我不會用 我不會用這麼多啦 因為習慣使用R之後 我就會一直用R 除非我有必要發現 那個軟體真的 真的有 什麼地方我需要用 但是 R做不到 才會去換 好 但是 OpenSource有太多太多的軟體 各位 可以去 使用 你要找出自己 自己適用的軟體 好 那各位 各位把那個 因子分析的部分 稍微做一下 謝謝